好早安,各位先生,我名字是Nathan 我是英文教授在Gracia Christian College 我們幼兒教育裡面除了很專注發展一些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之外 亦都很專注發展一個互相關愛和支持的氛圍 其實今天請了幾位學生來分享一下他們在宏欣的溫度教育的經驗 你先說一下 大家好,我是現在讀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Year 2的學生Anna 我想知道這裡還有沒有十七、十八歲的學生 可以舉手嗎? 他們說,是呀,我見到你們了 其實我們都差不多,四、四、五日都差不多 因為我都是直接在DSE 畢業後就來到雲欣就讀 因為之後幾位分享的同學 其實他們都是Mature Students 所以在裡面,我覺得我最可以代表到的就是 大家都是一樣,曾經都是考完DSE 面對著前路亡亡 我們都同樣擁有過這些不安、質疑和迷惘的 雖然已經是兩年前可能考DSE 但是中學生涯,考DSE 這一段階段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都還是很記憶猶新的 我都還是很記得當初我不斷找學校 提供不同學校,去報不同的科 然後都會去想到底 甚麼科適合自己,甚麼學校適合自己 最後之後,考完DSE放榜 機緣考核之下,我去讀雲欣 然後當中我都有質疑 我都會質疑,我們雲欣校社好像規模都很小 會不會不適合自己 讀的這一科會不會不適合自己 尤其是見到身邊,每個人都讀八大 他們說,All day,All camp 很多人很熱,好像party 平時上課都可以 坐滿了整個學校 一定認識到很多人很開心 所以,在入學之前 其實我也有很多質疑,很多不安 我會覺得,我認識不到那麼多人 我沒有那麼開心 我不會 但真的入學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些質疑已經沒有了 我們都說,麻雀雖小 但五臟俱全 因為雲欣規模都小 但我們便可以做到其他八大做不到的事情 是的 在這段時間 我想,我也有跟中學同學去聚會 我都會問,你讀得如何? 你讀得如何? 其實我認識不到很多人 最熟悉的都是坐在我旁邊那兩個 即使坐滿了整個學校 即使我去過All day,All camp 其實,全部都是hi by friend 都不會熟悉的 但我想起,不是 我在雲欣 我們可能不同科技的人 我們有不同背景的人 我們一起坐在同一個班房 但我們很開心 整班都很開心 在這裡玩 即使我跟老師 我們同學都還餐了一頓飯 原來是整個雲欣的師生 都關係很好 原來 就不是我們所一般黑板印象 覺得老師和學生 不同系的學生 是不一樣的 關係不會好 但是在雲欣 我們可以做到所有的師生 都很和諧 我相信這一點 就是雲欣的魅力之處 我今年year two 之後都會畢業 未來可能會去升學 但我也知道雲欣 在這一兩年都會開設 這個學校的課程 我都會盡量力 想在雲欣去讀 去和雲欣的同學仔 和雲欣的老師 一起成長 一起去學習 是的 好 大家好 我是友誼教育 高級民憑的 year two 學生 也是今年的畢業生 也是剛剛 我的同學所說的 有些經歷 我是mature student 我剛剛 選擇讀雲欣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為甚麼會最終選擇雲欣呢 其實當初我選擇雲欣的時候 我甚至連雲欣都不認識 因為當時19年 雲欣已經創校了五年 對於不認識來說 其實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可能在座有些家長 或者學生 都對雲欣是不認識 或者不熟悉的 當時我也是抱著這個心態 最終都入了 當時老實說 我真的沒有很大的期望 但是後來 讀了一個月左右 我會發現我的期望 是會慢慢越來越高 亦都歸屬感大了很多 為甚麼呢 我還記得第一次 我去一些迎生日 都是叫做認識一下身邊的同學仔 最後我是 那一年我們是有十幾位學生 也都來自五湖四海 剛剛我分享的那個同學 他又來自DSE 有些都是Mature Student 好像我這樣 有些就是可能 甚至乎讀過Master 或者讀過Degree 他都會來讀Hard Diploma 也都可能有些是已婚 或者可能有小朋友 都會選擇讀幼兒教育 之後我打算 我們的年齡層可能差太遠了 可能溝通不了 或者可能有些分歧 或者做起project來講 或者上課的時候 但是發現不是的 那個氛圍真的很好 我們 因為可能真的人數比較少 大家都不敢偷懶 不會說去走課 或者不留心 因為很容易看到你在做甚麼 然後呢 我們也都 即使不同學系的學生 我們都會很和諧 也都會跟大家打招呼 關心對方 特別是老師 老師也都會不辭勞苦 去關顧你 因為可能真的人數比較少些的關係 或者校舍比較小 我們經常都會見面 見面的時候 也都會和大家打招呼 漸漸我們大家的關係 就變成像朋友一樣 然後呢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剛剛實習完 實習完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感謝我那位 指導老師 其實他很用心 每次在我指導之後 他都會和我說回 我剛剛教學的一些情況 令到我可以更加去改善 也都在那間學校的老師 或者薩扎生口中 他聽到其實 他是用了很多的時間 去改善我剛剛教學的一些技術 或者可能技巧 其實我也很感謝他 而我都在畢業 也都出來找工作 我打算是 我覺得雲欣也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機會 因為你知道現在 幼兒教育在這個行業 其實都叫做飽和 你說想找一份工作 其實都不是很容易的 而且我是一個男生 雲欣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我可能去聯絡一些幼稚園 可以拿一些面試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難得 不要說一定會聘請你 因為我覺得聘請都是要最後靠自己 但是如果你連一個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其實你不要說聘請 可能讀完之後 你會浪費了這兩年的光陰 所以我覺得雲欣可以給到 這麼大的支持和機會給我 而且也很感謝雲欣可以 給了機會我在這個台上 和大家做分享 謝謝 謝謝 各位你們好 我是HDCE的學生 我今年其實是year one 這兩位是我師兄師姐 這些都是師兄師姐 但我已經出來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結了分 再回來決定要補回這張sert 所以有很多難處 因為你知道要做事要上班 其實又要上學 都有一定的難度 還要有一定的難度 幸好我先生也支持我讀書 讓我快點去讀完 他就可以出來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 還有你剛才看到 我進來讀書的時候 也有點擔心 年紀其實真的相差 一點 一點 所以都會擔心 會不會不侵我玩 嫌我腦 但是你看到year two 其實都很幫忙 他們知道我們year one 進來不懂 很多東西不懂 他都不會嫌棄我們問他功課 就算去哪裏吃飯 他會帶我們去哪裏吃飯 我們亦都有搞一些活動 是皮甲工作坊 大家聯絡一下關係 就完全沒有搞小圈子 那些都很close 在這間學校真的 那特別 我也想說一下我們year one 今年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有DSE 有Ivy轉過來 亦都有完全不是那科 然後轉過來讀又教 亦都有比我年紀大的 都有來讀 所以我們今年 真的很不同 很多不同的學生 但是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很怕做功課 我真的很怕讀書 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們是不斷 跟同學之間的關係 就會 我不會認識的時候 大家都不介意的 我會問過 比我小很多的 我都會問他 他們有什麼不認識 又會問我 大家上課 有什麼可以彌補對方的 都會做的 尤其是當我們一起去 Deadline Fighters的時候 大家趕死線的時候 就是你會覺得 同一班 雖然不同年紀的同學 是可以一起去 共同進退去做這份功課 一起讀書 我們經常會提醒對方 我們會提醒對方 明天夠時間交功課 上課了沒有 這樣 所以在弘欣讀書 真的 同學之間的關係 真的很好 跟老師之間的關係也很好 我記得有一次 他們很明白我們要上班 有時候很晚才去問他們 WhatsApp 他們問一些事情 但是他們會馬上回覆我們 我們都很感激 這裏的老師真的 很用心 很愛惜我們這裏的學生 我介紹到這裏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黃恩畢業生 Theresa 我現在在上班 我記得我是黃恩 第一個學期的時候 有一個課程 需要評估廣東話口語 我廣東話都是黃恩開始學習的 我記得我的中文老師 就特地用了課語的時間 去和我一對一去補習我的廣東話 有這一群好用愛心、耐心 好用質素的老師 幫助我順利完成了兩年的學習 我已經畢業了 但是不要說因為我畢業了 就和黃恩做完這個緣份 不是的 我記得我是找工作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已經寫了五十幾封CV去找工作 但是沒有一封是可以interview的 黃恩的老師 他們就知道我這個情況 他們就幫我寫了一封又一封的 文章 幫我去有機會去見工 我現在最深刻的是 當時我們黃恩有一個講師 他是已經退休的幼稚園學長 他幫我找了一間本身不請人的幼稚園 給我一個機會去練習一下面試 幫忙一下我的不肯不彈的廣東話 讓我去真實面試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緊張了 我還記得那一天他帶我去練習面試的時候 而且還在下雨 所以現在想起我也是很感動 很感謝黃恩的老師 我現在正在上班的幼稚園 都是我們學校的張教授 謝謝你 我在面試的時候 在面試的時候 他給了學校的評論 加了不少的分 前前後後我就面試了四次 最後我都要成功地獲聘 都是很感謝他們的 因為之前因為疫情 一開學就已經停了課 我和同事之間的語言和文化上的不同 加上你沒有什麼教學經驗 沒有教過幼稚園 那時候的壓力是很大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 試用期三個月之後 我們學校的校長就跟我聊天 當然聊天大部分都是一些負面的事情 那時候我是很沮喪 我都要抱著放棄 我經常都很焦慮 我是不是不適合這一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壓力在這裡 那時候我抱著放棄的時候 環恩學校的老師他們就知道了 他們就讓我出來一起坐一下 聊聊天和開導支持我 教我怎樣去為人處事 教我呢 教學上面有什麼意見 全部都給我 那間中都會生下短訊給我 你最近你怎樣 做得好不好 開不開心 所以其實我們的聯繫是很緊密的 是的 我在工作上無論是困難的 開心的事 我都會打電話或者 發短訊給老師 他們都會因為我開心而開心 我記得我整個月是自己 開始獨立完成了一個 相對來說比較成功的項目 我都沒有想不到 我們的校長他會問我 他說 嬌嬌啊 你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可以這麼大的進步 我想這些都是來不開我們環恩的老師 對我一直的扶持和支持 我想 無論之後環恩有什麼輸入我的地方 我都一定會隨傳隨到 感恩華恩 感恩恩師 多謝你們 好 我是雲欣基督教學院 友誼教育學系的主任 我是張恆兵教授 我自己本身是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的 我加入了雲欣 也是兩年多 剛才你會看到我的學生 其實我們今年 我在這裡兩年裡 所以我突然間 今年我們會把它變成一個名字 我給了一個名字 叫溫度教育 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在雲欣 他們說學習有溫度 其實我覺得我教學也是有溫度的 其實學生很乖 但是我對他們 我真的發現我拿回以前教學的時候 學生和我的關係 他們很尊重我們 我們亦很願意幫助他們 因為雲欣是一間基督教學院 所以我們本着 基督愛的理念去辦學 我們第一個 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凡是想做幼兒教育工作者的人 來到雲欣 無論你的學歷是多少 無論你的年齡是多少 無論你是人生的哪一個階段 你都有機會完成你的夢想 如果你的夢想是大學畢業 我們都可以幫你完成這個夢想 你夠五條E 你可以報導我們的高級文憑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未夠五條E 你可以先讀我們一個大學基礎的課程 一年 接著就可以接上去 讀完之後 我們亦會有一個學士課程 你可以在銜接課程 你可以立即進入讀三年班 再讀兩年便便會大學畢業 而且這兩年亦都好像在外面見到 可以獲得自資院校的 三萬三千一百元的津貼 可以在學費上 今年雲欣 為了更加希望給更多的同學 可以多些選擇 我們今年如果你們是入讀 我們的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我們是會有獎學金的 只要你有學校的推薦信 第一年可以有兩萬元的獎學金 如果第二年 你的學業成績有2.8 我們再給兩萬元獎學金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很希望你去到我們的櫃檯 在這個後面 就可以問詳情 我們除了優兒教育之外 高級文憑其實還有心理及輔導學系 我們快要開的 即是在明年才開 就是有社工教育的高級文憑 我們很希望 我們的宗旨就是 你誰插入怎樣 你無論在人生的什麼階段 我們都歡迎你來 雲欣感受一下我們的溫度 今天就多謝大家 還有留了一件事忘記說 如果今天報名的話 可以豁免這個報名費 OK OK 謝謝 謝謝你 我們很久不見 謝謝你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